這個攀爬訓練場是否看上去很熟口熟臉 但好像又有少少不同呢? 因為他們最近跟Samuel合作了 場內19個挑戰位都會以Hello Kitty、布丁狗、PC狗等等做主題裝置 粉絲來到不單可以鍛鍊新手、打卡 還可以買限定精品 每一個挑戰位的難度都不一樣 我覺得用木棍插著照片的 雖然看上去是難的 但實際玩的時候又真的沒想像中那麼難 反而是黑白色用手柄插著照片的 就比我想像中難了 因為原來上去的時候就發現這隻手很難去發力 啊!!! 啊!!! 真的很恐怖 而布丁狗的大長滑梯 其實比我想像中恐怖很多 原來自己秤自己上去的時候 對手的力量是要求很高的 而且原來去到最高的時候 真的好像有點玩跳樓機的感覺 我不敢放手 真的挺恐怖的 好恐怖 好恐怖 你看看 你看看 讓我想想 先開始 好恐怖 我要再矮一點再跳 BUDDY 還是像很遲漢的 跳樓機一樣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